我們今次會講到婚姻和人際關係 其實是婚姻的方面比較低一點 但都會牽涉到一些人際關係 其實這個問題我可以坦白告訴大家 雖然我有學過很多關於婚姻的東西 我有輔導過很多人 但我依然在男女的關係上 依然在探索著我 我發覺男女的分別真的很大 好像永遠都不能完全明白女性 女性好像不明白男性 雖然可以明白到一個程度 當我們聽過知道分別的確有幫助 我已經老早知道了 例如說最主要分別就是 女性特別是體重關係 感受 人際關係 但為何現在不給呢 就不想大家一直看著那些筆 但到這裏可能會給大家 女性是會體重關係 感受 很喜歡在關係中 對方會關心自己 其實我們三個是同學 在我們讀中學的時期 我們是男校 男校總是一種夢想 對於女性不太認識 除非有她家本身有很多女性 在周圍 我家也不是 我兒子也很 弟弟很多 妹妹也一個 就不太認識女性 對於女性有一種夢想 那時候我們每年有一次的 那些高班的時候 從四開始就有每年一次的舞會 我們連女朋友都沒有 很多個都沒有 就會請女校給我們一些電話 那時候看到那些女性 有一種吸引的感覺 印象是甚麼呢 女生就很溫和 很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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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 有時那些男同學 他就好像要 特意帶女生來學校 他就特意帶女生來學校 我們試過 全校那些男生 每個都都沒有 有一種好奇心 就會覺得 因為結婚之後 以後就會很幸福 但原來結婚之後 發覺那個很溫和 很陰聲細氣 很嗨的一個女生 結婚之後 可能變成一場戲 暗沉 猛疹 怒躁 不知為何又會情緒化 這是男性一樣很難明白的 我已經陪你 我已經和你一起做些事 為甚麼你還不開心呢 很多時候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是不明白的 而女性來說 我又不是我太太 她都說 好像外太空人 其實我們已經很認識 但總是有些地方不明白的 就算在兩日之前 兩三日之前 我們就發生一件事 其實大部分的溝通 都是很多愛 很多非常正面的關係 我們是很積極建立我們的關係 前幾天 她本來跟父母一起去看人 後來父母不能去 我一聽不去 我就說 他們不能去 不如不要去看日落 我都不太喜歡看日落 其實我太太喜歡看日落 我不如去看麻鷹 你知道西貢有麻鷹 可以拍麻鷹的 如果你想看麻鷹 西貢碼頭有很多麻鷹在那裡 我就跟她說 不如去看麻鷹 她就有點不開心 不開心 我就說 我們聊了一段 我都嘗試了解 她又會說 她知道我 我其實喜歡去看麻鷹 多於去看日落 但她的心裏 有一種不開心的感覺 她覺得 其實最主要是她不開心的原因 有時候我就覺得 今次去我喜歡那裡 下次去你那裡 我就覺得事情解決 一次去一個喜歡那裡 但 在女性來說 最重要不是 這次安排去哪裏 而是 我有沒有感受她的感受 這就是她 因為她體重了感受 我就不太明白 為什麼她會哭 我太太她通常有情緒 她就會哭 她就 不是說 好像 好像 她 或者 她 一些想不明白 她就會哭 她很 很柔和 我嘗試去 了解她 到第二天 我們談了 就明白到了 我呢 只是想著 我一次去這裏 將來跟你去日落 好不好 就是跟她說 我就想著解決 但是呢 她來說 始終就是感受 我想去那裏 但是為什麼 我上去那裏 而你呢 就會想去影蠻英 又沒有理會我的感受 所以有時 就是我們 男性來說 很多時候 就會見到 大太 她有些 有些感受 有些情緒 我們說 不要緊要 你想什麼 我和你解決 男性就說 我和你解決 那就不用不開心 我們就會覺得 不用不開心 重點就是解決問題 但原來女性 就看重了一個感受 但女性想溝通 她又會 和我丈夫說 到底你的心有什麼心事 她很想了解你 為什麼你又不出聲 為什麼你又在那裏 好像有些人不開心 好像心事重重 男性又有另一種感覺 就覺得 好像被壓迫她 男性通常來說 喜歡 有些什麼事 想想想 想完完 處理好 都不用說 男性通常那個傾向 就喜歡自己處理 處理完 不用說了 但女性 看到男性在那裏 呆了 她就會知道 我偶爾都會看到 她說 你現在有什麼心事 她被留意到 她留意到的時候 她就很想知道 但有些男性 就很怕說自己的感覺 因為 說了好像有點醜 我都處理不到 最好等我先搞定 所以其實兩個不同的世界 男哥就很想解決 女哥就很想她快點說多些 有些東西出來 男哥又不說 又或者溝通上 又不是很投入 於是那種關係 其實通常來說 不開心的多都是女的 女的就說 她又不出聲 她就會這樣形容 女性的程序沒有解決 就好像壓力煲 她就一直越來越高漲 這件事在我們做學生時 我都不明白 因為那些女生真的太可愛了 又嬌小 零龍 樣子又漂亮又年輕 為何會壓力煲 不明白 但因為她裏面 她沒有別人感受她的感覺 她的隔壁就越來越漲 如果丈夫不能夠回應到 聽到她的事 她就會爆了 以前那麼柔弱 為何現在又會發脾氣 很不明白 而這種脾氣越來越漲 越來越漲 就變成了 大家就很怕了 變成了怎樣呢 就覺得女兒很暗躁 要求 又要我講話 又要挖我的內心世界 這就變成了一種困難 所以很多人來說 就覺得自己很辛苦 結了一分才發現原來這麼辛苦 但今次我想把這個謎解開 解開之後怎樣處理呢 其實解開之後 原來就是一個 在我們來講一下 我 我是信耶穌的 是一個神的精心設計 有些人覺得不是精心設計 他說 為何這麼難跟女性相處 他覺得不是一個精心設計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女性就是體重關係 於是 全世界的家庭都有 媽媽在家庭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令到家庭有溫亂 如果只是爸爸 可能經常都不見了爸爸 經常做一些活動 但很少那些關懷、溝通 但媽媽和兒女的關係密切一點 所以女性是令到這個世界溫亂很多 但因為她溫亂 她也很希望有更多的愛 她希望丈夫會對她有更多愛 於是在這個過程中 就會有衝突 衝突的時候 女性就會失望 失望的時候就會發脾氣 但如果男性能夠時時回應她 感受她的感覺 比如說 我先說到前兩三天發生的事 然後我們第二天跟她談 我便了解到她的不開心 就是我沒有留意她的感覺 只是想看蠻英 我只是關心她的感覺 我便說對不起 我以為初來只安排一次去這裏 一次去那裏 我說今天去看日落都行 最後我見到她不開心 我說不如今天去看日落 但原來無論發生什麼事 無論大事小事 我都時時留意她的感受 她想怎樣 而她尊重的時候 她是會覺得被愛 然後我便說出 這件事我都在探索 所以我明白很多 但到了發生 我才發現原來我沒有留意到她的感受 於是我就去談 亦都很坦白地說 我多謝你告訴我 我以後有什麼事發生 有什麼不開心 我就馬上想一下你的感受 你的想法 我有沒有忽略了你的感受 她便立刻鬆了 我便去留意她的感受 我每一次都是 其實我跟她聊天 如果處理問題 我們倆通常用一個方法 我當然在她旁邊 又拉著她的手 又搭著她的肩膀 又一邊聽她說 一邊去回應她 嘗試去了解我們的情況 即是用一個最 儘量愛的情況 但都發覺 要時間才慢慢了解她的感覺 當我想到我們兩個關係非常好 有很多人 他們覺得 我們經常溝通 講兩講已經吵架 那怎樣能夠 信入這種高度的了解呢 所以我覺得 最重要就是明白那個分別 我現在講一講男女的分別 男很重要是什麼呢 她的地位 我們從學生時候開始能 誰比較聰明 誰說事 誰有身份 就是別人尊重她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喜歡受人認明 就是男性通常來說 很喜歡爭辯 她明顯爭辯 但很想證明哪個厲害 哪個厲害 一邊說話的過程 就會好像她說話厲害 或者她說的理論厲害 這就是男性體重 而女性體重就是人際關係 和能夠溝通 所以兩個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而女性當她溝通不到的時候 她就開始會覺得這個男性 好像夠石頭 曾經有女性跟我說 她說我都沒有興趣跟長谷說話 因為跟她說話 跟長谷說話差不多 即是沒有什麼反應 她就會開始踩她 即是說她不好 結果就溝通不到 我都時時輔導夫妻關係 我剛好不久 我就輔導有一個太太 太太跟我說 說到情況很嚴重 她說什麼呢 她說我丈夫前兩天打我 又經常發脾氣 很難理解她倆一起做一個生意 她說時時有很多爭執 她說我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辦 不如收拾了一個生意 不如不知如何好 她跟我談 我說如果她願意我跟她聊天 我都擔心那個丈夫不想見我 誰知原來丈夫見我很開心 我便問她 她來到的時候 我便跟她聊天 我第一次問她 我問她 你覺得 第一 你想對她的婚姻 你會否想婚姻更好 她說想 兩人都說想 願意付出一些代價 願意 她一說 她一說 她說我太太經常說話 令我很不開心 經常說我 結果她很容易有情緒 太太又說丈夫是這樣 我聽到之後 我已經心意同名 我一聽這句我已經知道 因為事實上很多夫妻關係 是這樣的 太太很想丈夫跟她溝通 丈夫又不溝通 又不懂得說 然後太太就發脾氣 發脾氣 經常說她不好 丈夫聽完之後 她又發脾氣 兩個就吵架 結果又打架 好像很難很難解決 我便跟她聊天 然後我便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試試現在 你們兩個溝通 解決你現在面對的困難 不過過程全部說正面說話 不要數夠帳 不要說對方有什麼不好 就去嘗試解決 她一邊說的時候 我又叫她錄音 錄音讓她自己聽回來 自己回家看回來 在這裏說的過程 其實原來雙方都同時 會說很多說話 是令到對方不開心的 我便說 你不要介意 我會告訴你 如何去溝通好一點 如何去欣賞 盡量欣賞對方 盡量去聽對方的想法 的感受 然後去分享 他們走路說的時候 真的說到一些解決方法 變成說的過程是很舒服的 丈夫最後跟我說 她說 我真的覺得很舒服 因為我們現在找到方法解決 她不用整天吵架 她一向以為 一有意見不合就要吵架 但其實可以用一個柔和方法 其實就是兩個 好像雞和鴨說 差不多 一個是說她的 其實另一個女性的特色 就是對於家庭的責任 比較強些 很多細節都要管 管得很好 當她管 她做一個生意的時候 她樣樣都要好 像她家庭一樣管得很好 樣樣都要 under她的control 通常這樣的 譬如家裡 家裡有沒有送 有沒有什麼 媽媽最知道的 多數 有時候爸爸 可能忘記了 家裡夠不夠送 有些爸爸很盡責人 但很多爸爸 就忘記了家裡有什麼 細節 都忘記了 就發覺媽媽最小心 但當那些人弄亂 是媽媽最生氣的 爸爸沒有那麼生氣 因為不是爸爸 媽媽的責任感很強 通常在家裡 媽媽的責任感很強 同樣在她們的生意 媽媽這個太太 就覺得責任感很強 於是她會懶 她懶得不知道 她只是說對方不笨 於是我就懶得她 好了 我就盡量幫她一個 柔和的方法談 結果 談完 她們兩個 又找到一個方法 又覺得很好 是完全 和起初是完全不同的圖畫 我都試過和很多夫妻 有時候輔導 發覺原來就是大家 不看待對方 就用猛症的方法 結果很辛苦 但如果用柔和的方法 其實是不難的 當然有些困難是難一點 但其實有很多不是那麼難的 我繼續說男女分別 處理情緒 男是喜歡什麼呢 男喜歡躲在山洞 自己躲在山洞 有什麼不開心 自己搞定 需要空間 並一處理是用理性處理 思想 就覺得 思想處理完 就不用說了 思想處理完 那些情緒就搞定了 通常是這樣的看法 但是女性就不是 女性就覺得 如果有什麼不開心 最重要為人商量 商量的時候 說出自己的內心 那個人很認同 是啊 你很辛苦 我也知道你很傷心 你很困難 那女性就覺得 那些問題好像解決了大部分 覺得有人接下去 就已經覺得很舒服 很鬆 很開心 但是男人就會說 你說完我都未解決 都沒什麼用的 就是會覺得沒什麼用 於是男性就會追求 一定要解決 女性就說有人認同 其實這就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就是女性 就想能夠對方 聽她的心事 她的感覺 當對方說得實 她就覺得被接立 關係好了 她就覺得舒服 即她覺得關係舒服 就是最重要的 但是男性就是 什麼都是事情 事情解決 即是家庭有什麼事 垃圾桶搞不定 我搞定她 這個搞不定 搞定她 但原來最重要 是和太太的關係 但這個就是 很多丈夫覺得 我已經脫了你 我又很走老 我每天都回家吃飯 我又做家裡的東西 已經夠好 有什麼問題呢 那問題原來 是未必會聽太太的 但她心裏有些煩惱 因為男性覺得很煩 旁邊有什麼 擋垃圾 兒女不聽 總之一定能搞定 即是沒有耐性去聽 於是覺得一定搞定 不太想聽 覺得很煩 於是不會回應她的感覺 這樣就變成了兩方面 在這個過程中 慢慢就越來越 變得又困難 所以處理情緒方面 女性覺得能夠傾訴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主理配偶的情緒 男性通常是 心態是夠火熱 你不開心 我快點幫你解決 你有什麼問題 我幫你解決 原來女性最想不去解決 最想她去聽她 配合她 而女人呢 就會這樣 她對於人對於事 丈夫的態度很敏感 當然我所說 這是普遍的 通常來說比較敏感 譬如這樣簡單 丈夫看過女性看得多 那個太太已經很不喜歡 為什麼呢 她對於小事的事 她的心情會覺得 她的心情會覺得 她比較喜歡她 她的關係受威脅 對她來說 一定要處理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最好想知道 如果有一個丈夫 她看到另一個漂亮的女性 然後就在 不然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關係的問題 如果太太見到丈夫 有什麼不開心的 她就很想尋根問題 對於小事 她對於小事的 丈夫的反應 一聽她說話 就馬上 那些眼睛就 頭就摸了 聽別的說話 就不喜歡 她就不喜歡 她覺得你喜歡 別的當然我 其實全部都是關係 如果太太見到丈夫 有什麼不開心 她就很想尋根問題 很想尋根問題 很想尋根 但是丈夫就最需要空間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其實丈夫就可以跟她說 我想有些空間 我想一想 我明天跟你說 我遲些跟你說 那太太就會舒服一點 但她不出聲 她總是有什麼事都不跟我說 過去也不跟我說 我跟太太有個協議 就是 無論小事 大事 我們都跟對方說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協議 對我來說 我都覺得有些困難 為什麼呢 有些事我解決了 我又覺得 什麼要說 有些事說了 她會擔心 怎麼說 但我都選擇去 告訴她 有一次我交通以外 差不多會死 之前的車撞過來 為什麼最後那時候的車轉去 過了之後 我想說給她聽 說給她聽 可能很擔心 很害怕 但最後我都選擇告訴她 因為男性來說 那件事過了 我不用說給她聽 沒事的 但是女性喜歡聽 男性每一樣的東西 但是女性有給男性空間 你不要這樣找她 你找她 她就不會說 但怎樣說她說 她說車事 就會很欣賞她 你今天把你的心事說 我覺得好 和你 真的 了解你多些 我很開心 我太多事 都跟我說 她很多東西 就算我們一起買東西 她都很喜歡 為什麼她喜歡 她說 我看到你買東西 怎麼買東西 她都很喜歡 我 要去吸收一下這件事 什麼意思呢 她喜歡看到我任何情況 怎樣處理任何事情 我買東西 怎樣買飯 我跟人相處 怎樣相處 我去跟人交往 怎樣交往 她都很有興趣 知道我是怎樣的 原來很多太太對丈夫 很有興趣 很想和她的生命 有很多結連 但很多丈夫 就不是 她就覺得 這是我的空間 你不要 像是我的空間 像是侵犯我的空間 你給我多點自由 這就是男性和女性 男性想自由 女性想黏起來 這當然是普遍 不是絕對的 但是 怎麼問 同樣可能女性 也會有 對男性 都會希望她給她空間 有的 有的 一定有 其實由空間 至到兩個人 完全一齊 這個是有一個 Spectrum 每一個人要求 是有一個範圍的 就 譬如有些女性的事業 非常發達 有好投入的事業 她很多事情 可能她自己搞定 但始終女性有一個特質 特質 跟男性不同 她多於事業成功 她都想家庭的關係好 家庭對她來說 是非常重要 她不會說事業很成功 於是她就忘記家庭 但很多丈夫 如果事業成功 她可以 一個月放一日假都可以 或者幾天才放一日假都可以 她可以天天上班都可以 因為她的工作實在太緊張 太重要 這就是男女的分別 這要解決 就一定要大家有個協議 所以在婚姻上有個協議 才能夠去解決 其實我現在都 因為我看時間 都覺得很快 我就很簡陋 講其他分別 而言之多 男通常比較概略 講話很簡單 但女性很喜歡講細節 而且講細節 又想回那個情境 是七情上面 好像很簡單 我太太去買東西 我又去買一塊錢買東西 買完回來 她說給她的父母 她的父母聽 很詳細 哎呀 那樣東西 今天又不是那隻貨 又是第二隻貨 現在這隻貨又小了 又貴了 又什麼什麼 很多東西說過 買了回來便可以了 為什麼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東西 細節 但在她來說 是 哇 那些價錢又不同了 那些質素又不同了 又不是那隻 就很喜歡講出來的 如果一個丈夫不喜歡聽 她就會 好像收起來 但丈夫來說 就覺得這些 真的 哎呀這些事不重要 真的不用說那麼多 但女性 她一見到什麼新奇 小小的事 她都很想講 而講的時候很有表情 其實有一個重點 如果我們想我們的分享好 越付出代價在關係 結果越開心 而真的關係是可以改善的 雖然是困難 但是必然可以改善的 好 那現在我也在跳緊我看看 對配偶的期望 男對配偶希望是她溫柔 不要囉嗦 照顧好家庭 男性很看重身的接觸 性的關係 即是很想大家 保持這種溫馨關係 但她又不一定喜歡溝通 最好不要提自己的過錯 男性很不喜歡對方 經常說 你上次又洗碗 又是洗不乾淨 今次又乾淨 她覺得這些事情 是不重要的 真是小事而已 這樣就很想對方 順自己的意見 和忠誠自己的意見 但有很多太太就說 經常都順你意見 她的意見又不一定是好的 這樣就變了會很有問題 所以這件事就要大家商量 每個人一定有不同的 男可能這裡 女在這裡 永遠如果跟著男 又會有問題 跟著女又會有問題 一定要找一個中間點 但找一個中間點 很多家庭有什麼方法呢 最常見的 鬧交 越鬧就不越找不到中間點 越鬧就越走 但其實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很多男人在公司 很容易解決的 跟那些公司的人商量 大家商量 很容易解決 一回到家就解決不了 因為在公司 事情就可以了 解決了 1 2 3 4 5 解決方案 誰要誰 家要第二方案 搞定 公司搞定 回到家就不是 為什麼太太 這麼猛狀 原來太太不是要解決方案 太太要她 專注在她身上 她的感覺 她說的每一句說話 她的感受 當丈夫這樣的時候 這個太太 會很心願成佛 其實我和太太 都不斷要找 大部分的溝通 是非常非常好 但我們內中 都會有一些地方 溝通上 我未能了解她 但我始終會找到 問題在哪裡 最後我就會答應她 我真的會努力 我說呢 我也是學得很慢 麻煩你給我時間 讓我慢慢再更加明白 我說到今為止 雖然我懂得說 男的分別 但到實際發生 我又忘記了 我又會用男性去看 所以請你接受原諒 然後請你能夠 將你的內心說出來 由我們去大家面對 這樣的時候 天大的事都搞定 這就是一個婚姻 能夠這樣去面對的時候 一定能夠處理到的 而女性最重要 就是對方關心自己 聽自己 回應她的感受 不要給她那麼多意見 不要說她說什麼 很不開心 太太的表達是感覺 丈夫回應是什麼 一二三四五 你不用理她的 你多些去運動 你參加Aerobics班 你跳舞 你不會不開心 就解決一二三四五 但太太就不是想這樣 她太太想了什麼 我知道你很不開心 我知道你很辛苦 辛苦你了 太太最想就是這樣 不是想你解決一二三四五 這就是男女的分別 其實這些內容我稍後會給大家 雖然好像很多 但也不重要 好了 在這個時候 我就交給Shirley Shirley會說到 在男女相處的時候 有些不開心的原因 還有我們相處的時候 有一個愛的語言 就是怎樣能夠表達愛 因為有時候 有很多男性 真的想表達愛 好 你想做什麼 我和她一起做 想 怎知道去完回來 是吵架收場 和她一起去街 怎知道 因為沒有體貼她的感覺 只是說我們去做一件事 做的時候沒有想到女性的感受 結果做完 是吵架收場 但是我們就要了解 她對方是想什麼 然後去做 那這件事 Shirley會去分享 這件事 衣服都合不上 錯了 看Tim邀請我 就是分享她 作為女士 你講一下 可能會不同一點 我又去想一下 女性有什麼特質 我在看她預備的囊 我自己看完之後 我比較深的感受 這件事 我就是她剛剛說的 我沒有 你也是那個人 她一直看著 那個鏡頭 看著我 就比較奇怪 這套衣服是她選擇的 但今天是她選擇了這套衣服 很多的夢想 很多的期望 到真的進入婚姻 找到一個Mr.Right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很多期望的 但是很多時候的不開心 除了生活上不同的事情 可能會因自不開心之外 在個人狀態上 很多時候的不開心 就是達不到自己的期望 這個我覺得是很想見的 但是期望呢 我覺得是可以透過溝通去調教的 其實她也講了很多例子 我猜我是一個很願意講自己感受的人 而我很相信這個方法 我接受了一個事 她不明白我的 那我就幫她明白我 我覺得要是這樣的 所以當有些期望 我想普遍有的 就是期望在自己不開心的時候 丈夫會哄自己開心 不過怎樣哄法 就似乎各有不同的方法 可能男士就這樣說 就是要救火源 我幫你解決了 我記得我的朋友 她在公司 就是太太公司做的 一人後她做的 做得很不開心 那回來就跟丈夫說 怎樣激氣 怎樣上司對她不好 那丈夫很衝動 她覺得 你怎樣可以對我的太太 她就馬上打電話給那個上司 就去壞人家 那太太再生氣 當然是前蟲 但是其實丈夫在表達愛 不過那太太就覺得 你幹嘛搞我這件事 就是太太需要的 其實不可以打電話 去罵個上司 譬如這些情況 我想就是兩個人的不同 但是需要靠一個溝通 所以譬如我們這樣 我是會告訴她 譬如她只是說 可能當我不開心的時候 她總會問為什麼 當知道為什麼 她就會想方法解決 這都是我們初一頭 溝通的一些情況 那我很坦白問 其實知不知道我跟你說什麼 我跟你說心事過 她就會突然停下來 好像是壞人撞板 我猜是這樣的 但是我想 我又會很坦白地告訴她 其實當我心情平靜的時候 我就很坦白說 下次我哭的時候 其實我想你怎樣 那她有好的 她要記住 但是她來說 可能我哭的時候 她就想怎麼解決 做什麼 其實我有時覺得她也很差 她不知道我想怎樣 對著我又要處理 但是不知道怎麼處理 所以我會告訴她 我哭的時候 其實我想你抱著我 你告訴我 其實你很緊張我 當然我記得我這樣說過 所以當她這樣做的時候 我就要告訴她 是的 我就是要這樣 讓她覺得 她做了一些事情令我開心 其實她也想做一些事情令我開心 不過她找不到一個對的方法 可能有時 或者說了一些 她不是有心 讓我不開心的事情 不過她真的說了一些 原來我不開心的 我要告訴她 那我覺得這個溝通也是很重要的 那不要說了 那另外有時候 我覺得是要 是的 要幫她去 是不是這樣說呢 幫她去滿足我的一些期望 因為她不自慢 那一個例子 就是 我呢 我很喜歡兩個人在一起的時間 就是我很珍惜的時間 那我自己工作都很忙 我晚上放了班回家都要工作 就是很多時候晚上都要工作 那當有空間 就是晚上如果我回家 那天比較空蕩 多一些 我就會很想去拍拖 那以前呢 我就可能告訴她 這個週末 我沒有那麼多事情要做了 那她就好 那她就說完了 那她 那她就 那她不知道我在想什麼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我告訴她 那我就會告訴她 其實我有空的時候 我就會想拍拖 那她又會說 是呀 當你有空的時候 我就很想來拍拖 但她不是很留意我 其實有空的 那 那慢慢呢 我覺得我要引導她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試一下 今晚我有空了 你以為我現在在想什麼呢 那我這樣問呢 其實她一定會回答 那她回答我呢 那我又會稱讚她 你真的好 你想到我想到什麼了 其實我覺得 是不斷上幫她 敏感我的想法 那 那 就是 多一點是這樣的時候呢 現在她有時候就會 會說 嗯 我告訴我今晚你是不是得閒一點 不如今晚我們去拍拖 如果有她提出 我就會變得很興奮 當然其實我心裡是很興奮的 不過呢 我也要 就是 刻意地 我要讓求知道我很興奮 我要這樣去 就是我覺得這樣可以令她有滿足感 和我正在強化她 這一種去滿足我的奇夢的方法 但是這個一個過程來的 但是中間都失望 就是她剛才說 就是我都有時學得慢 我都會忘記 那我又要接納 就是她有時都會忘記 但是我覺得都是一個大家學習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溝通 就是很重要 當然溝通過程 我還要記住 就是 要令到她不聽我說話 那應該就要 就是柔和一點 這樣 那我也很相信 就是 丈夫是很想令太太開心 只是有時候她用錯方法 或者她不懂得用方法 所以我要幫助她 令到我開心 那她又會開心 那我覺得 作為丈夫 就是她很好的 我上來都讚她 就是 我覺得是很謙卑 她去聽 就不是說 為何你這樣 就是外太空人 這個是我說的 只是我告訴她 為何她很愛聲 但是她不會這樣的 就是 她是會很折立地 去聽我說的 那她是會想 就是我會感覺到她很想令我開心 就是可能有時候沒有什麼方法 那我就跟她談 令到她做得到 那 是的 而在過程裏面 其實我又覺得 我又很感謝這一本書的作者 就是我都要推介這本書 叫《我知》 就是我都看了相當的 就是跟婚姻相關的書 跟溝通相關的書 跟溝通相關的書 是相當認識的 就是我猜很多的專業 我都讀很多書 才做得到的 但是不知為何 就是結婚是沒有東西 可以讀完才會結婚 但是又真的碰了很多釘 所以我也看了很多書 這本書很好 她說《愛之語》 她裏面有三個觀念 就是我來講 一個很大的學習 第一個她的想法 就是叫愛相常滿 一個愛的相 叫常常都要滿 我在第二道一看那篇文章 講類似的想法 她就用感情銀行 用銀行可能更容易明白些 就是你有存錢 有提錢的時候 她就說怎樣常滿 就是你要儘量 我們都要這樣 對錢的觀念 都要儲多些錢 如果有什麼事 萬一需要 比如醫療照 各樣需要 就拿出來的時候 我才有救 其實每一次 我想有衝突 有不開心的事情 就是在提款 如果我們的愛相滿一點 提款一點點 那不是很傷的嘛 那快點又能填滿 但是那個傷得很少 又再叫多次交 就不淒涼 所以有時候 我都會覺得 譬如我見過一些同事 平日相安無事 大家相安無事 沒有說去增加愛商 那個情況 沒有儲多些錢去 因為相安無事 大家就相安無事 那她沒有一個預備 到有些新的事情發生 譬如舉個例子 大家要討論是否移民 原來有很多的爭執 在當中 牽涉到兩個家庭 於是就裝得很厲害 但平日又不存得夠 譬如這些事情 突然發生的事情 就令到她們很虧 所以當提款突然要很多 就不夠結餘 這樣就很糟了 那這個愛相常滿的意念 就令到我覺得 即如她說 其實相安無事的日子很多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我又覺得 平日都要很努力 所以無論相處 拍拖的時間 我們都很珍惜 那第二個 這本書的觀念 就是她的名字 《愛之語》 那就是講 Love languages 就有五個語言 聽起來好像很普通 就是她說 專注時刻 愛的延遲 愛的禮物 身體接觸和服務 那愛的禮物很特別的 她說 不如給她看這篇 好 好 愛的禮物就是 現在 你可以傳過去 這是第二頁的H 第二頁的H 第二頁的H 《愛的禮物》 那本書就提我們 即是 我都送禮物給人 表達愛意 我們很常做 但要記住 其實對於對方 最大愛的禮物就是自己 這個有很特別的觀念 對我來說 我都覺得很特別 所以我真的跟她說 你情人節 聖誕節 生日 你預約了 只收一份禮物 即是連都是那份 那她又明白我講 我又覺得 都是很開心的 她很多時候 她有一個頭褲 就是有一個 ribbon 她說 這個就是大禮物 即是這個 即是那些禮物 就是有一個 她今天就不是 大那個頭褲 就有一個 就是這個大禮物 接受對方 作為最大的禮物 是的 是的 這樣 我想這也是 增加一些情趣的東西 這五個語言 我們就會說 這五個都是表達愛的語言 我想大家都會常常做 陪她 說好的話 送禮物 拍她 有身體接觸 服務行讀 幫她做一些 好像很普通 但是這本書 我告訴的 就不是五個表達 而是她說 每個人都有一個 不同的 language 那她就舉了個例 有些人找不到 五個愛的語言 第一是專注時刻 在你的第二頁 第二 她就說 她喜歡我 她喜歡我 這八個 她想好 謝謝 她就說 比如舉個例 如果有個中國人 她很愛一個西人 但她不斷跟她說 我愛你 那西人是不會看到愛的 因為她們的語言不同 她一定要學懂 她懂得說英文 才可以讓對方明白 就是我愛你 那就是學對方的語言 同樣地 人在這五個 裡面 她是不同的語言去領受愛 有些人 你陪她 她覺得 我都不用你陪 沒有什麼 陪同陪沒有什麼分別 但有些人陪她 她會覺得很有愛 人人不同 所以就要去發掘 自己的愛的語言 對我來說 又是很新� 我不知道 我覺得樣子都這麼好 人人都做在我身上 但原來有些 是我特別看重的 那我又要去發掘一下 她的愛的語言 其實什麼做在她身上 是令她最覺得有愛呢 於是我們就做了一個exercise 很簡單的 就是拿張紙 我就寫下 我這五個語言的先後次序 然後我又寫下 我猜她的先後次序 她同樣做 然後大家拼合 大家去看 有些不同的 既然知道 我們就知道往後 其實我要怎樣對她好 不要想用我的方法 應該用她的方法 那她領受得就會強一點 那我們又另外看到一件事 就是 例如她做在我身上 就是 其實明顯那個 不是她的愛語言 但她會這樣做 其實都是 故意讓我覺得開心 讓我感受到愛 那我就更加欣賞 那這一個 就是 這一個 對我另外一個新的學習 就是 最後她的一個觀念 就是 她說愛是一個抉擇 那這裏我不怕 我只想讀這對 那作為妻子 看現在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們要給她看 這樣 就是 一個作者就寫 她說 滿足我的妻子 對愛的需要 是我每天必做的抉擇 那既然是一個抉擇 即不是純粹 我feel good 我就做 我那天不feel good 我又不做 而是她選擇 每天都做 她說如果我知道 她的主要愛的語言是什麼 而且選擇去表達這個愛的語言 她最深的情感需要 就會得到滿足 她在我的愛裡面 就會覺得安全 這就是作為男士的那位副導員 這位作者是一個副導的人 她就說是一個抉擇 令到我會覺得 其實去保持 大家好的關係 其實是一種選擇 是一個刻意的事情去做 這也是常提醒我 所以我很喜歡這本書 她教了我 不同的一些我不認識 之前我不認識的 而我覺得是 我們的關係 我們的相處 我自己覺得很work 也很開心 我預備了是這樣的 這五個愛的語言 我想再講一講 第一點就是專注時刻 意思是什麼 就是放下所有東西 放下手機 放下電視 放下電腦 兩個人能夠一起去聊天 或者一起去出外 這個時刻就是專注在對方身上 有些人就算去旅行 他的專注在別的東西 看景、拍照 就不是在對方身上 就是專注在對方身上 而他的最體重就是專注時刻 因為每個人不同 1、2、3、4、5 哪樣呢 他是最體重 所以我知道 送給他禮物 最重要的是我陪他 而我陪他的意思 就算去旅行 我們就專注在我們兩人身上 去溝通、聆聽他 這個對他來說就是最大的 其他人可能一起去旅行 就是怎樣 拍照 拍照 這是個別的活動 你拍他有他拍 就是個別活動 並不是專注的時刻 專注的時刻就是做到對方身上 而我剛剛輔導的夫妻 那個丈夫就說 我覺得最感受愛 男性很多時候 就覺得身體接觸 就是一個愛的表達 當她和我有身體接觸 就覺得被愛 我就鼓勵太太 你都能夠願意 真的因為你丈夫 想這樣的時候 你做到她身上 而那個太太就跟我說 她說 我最想就是 她在人面前 尊重我多些 即是說在人面前 看錯我 不可以在人面前 跟我疏遠 在人面前 跟她越接近 她就覺得 這樣就感受到愛 我也不知道 那是屬於這裏 是哪一樣 不過她就覺得 那樣對我 是會感受到愛 其實就算禮物也是的 不一定要帶禮物 可能只是 她很認識很多禮物 她試過一次在我生日的時候 她做了很多個心 連在廁所的鏡頭 每一個心做一個心形 然後每一張紙上寫一個訊息 我就逐個逐個拿下來 逐個逐個看 就是她的心意 其實用的錢不是很多 但是一個心意的行為 服務性都一樣 有些太太她會煮很好吃的食物 她就覺得 這是我愛的肉 但她的丈夫回來吃 一直看電視 都不知道她吃什麼 就是 一直看電視 吃什麼 味道不著 但當她的太太 如果想 才會想 我丈夫喜歡吃什麼 而告訴她 我特意今天為你煮這些食物 而丈夫有回應 這是大家的協議 丈夫有回應 你今天為我煮食物 我真的要慢慢品嘗 慢慢享受 慢慢享受 很多謝你 這時候她就收到這個禮物 就會欣賞 欣賞的時候 又回應 關係就加深了 好了 時間關係 我最後講的一個 就是愛的三角形的理論 在你們的第二頁 愛的關係有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激情 激情就是這種很強烈的吸引力 尤其是初戀就會很強烈 很想和對方一起 有很多浪漫的感覺 或者外表的吸引 身體的接觸 性的關係 這是很激動的 很興奮的 這是第一種的 這三角形 就是婚姻與愛的關係 這三個部分 第二就是親密 這指親密是指導溝通的親密 認識的親密 兩個人認識對方的親密 第三就是承諾 就是commitment 就是對對方的承諾 大家看到了 好了 有一幅圖 其實未說和之前有三個 我們說了三種 一個是空外 什麼是空外呢 大家就是因為 要結婚多年了 沒有離婚 不過又沒有激情 又沒有厚的溝通 不過兩個是同一間屋住 大家有婚約 空外 只有一樣 第二種是同緣之愛 就是朋友外 就沒有激情 只有友誼 還有婚約 而完整的話 是三種都有了 這裡有一個圖 這個圖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承諾 這個承諾 如何加強 這是一個健康的關係的可能性 我和太太有一點不同 我們希望更加提升 第一就是承諾 第二就是親密 大家認識一路加強 有一個激情 你發覺激情 在初初是很高的 即是當是戀愛的時候 初戀的時候 就很強烈 不過呢 多久了 那種激情就慢 就淡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 都有 不過呢 就不太興奮 那我和太太呢 是儘量想這個激情都保持 就不只是做朋友 這件事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怎樣建立到呢 先看看 那三點在哪裏呢 OK 在下面那裏 處理最後一版那裏 在那些 在很多心心那裏上高 即是說婚姻已經這麼多年了 那我們怎樣回頭 那第一呢 就是建立承諾 就是雙方願意重溫這個婚約 那婚約不是就說 OK 好了我今天和你再說一次 那婚約 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說 對呀 我們都嘗試去衛生 我真是去愛你 我們真是好的溝通 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享受的關係 我這裏都有一個婚約的例子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在J那裏 重溫婚約的誓言 那這個 即是你可以回家 你自己試一下 我建立這個承諾 那這個承諾 也都是說 譬如我們 譬如我們兩個都 忘記以往的爭吵 這些放下 我們今天衛生 我們真的見到婚約 更加好 就算有困難 譬如我和太太有事 我沒有了解他 那我都說 我會嘗試了解你 就請你幫我 更加了解你 變成一個承諾 由我真是行動 然後建立親密 就是兩個人遇算 忘記所有一切 而時時溝通人性 去建立 這件事 都可以說容易 不過有些人會困難 如果有輔導 會比較容易 因為有些爭執 很多年有時很難放手 我發覺有些人輔導過 真的能夠處理到 我試過有一個人 他簡直好像想離婚 有些想離婚 譬如我剛剛輔導的夫妻 是想離婚的 但說完之後 發覺原來大家的說話 都很強硬 所以令到對方想離婚 但其實都不需要離婚 我另外有一個就是這樣的 有個丈夫 當他太太去了其他地方 她的太太 她自己以前的前妻 就很想見她的父母 因為她和父母關係很丟 但她和前妻沒有關係 但她前妻想回來 見她的父母 她的丈夫方便她 讓她住家 又不告訴自己太太 但她發現 傷心不得了 她之後就走 坐火車 她說 我每一年再坐火車 走那條路都嚇 她告訴我 她說我以前很好關係 但我這幾年是很痛苦 這個情況好像很困難 我跟她聊天溝通 我聽到那個太太很傷心 她說我次次說這件事 我丈夫就說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的 我跟那個人是沒事的 我真的方便她 是沒事沒事 她經常都說沒事 我聽完之後 我就看到什麼呢 我太太說有事 丈夫說沒事 她倆就雞同鴨說 然後我跟丈夫說 其實是有事 不是你跟那個太太有事 而是你的太太 你現在的太太 受了一個很大的傷害 你可不可以接受 她真的受傷害 你就覺得沒事 你馬虎說沒事 其實她是受了一個很大的傷害 你可不可以真心向她道歉 我知道我做的事情令你很傷心 即是她承認了 然後她的形態也表達到她的愛 這個丈夫很願意 因為她只是覺得 我真的沒有事 所以我真的沒有事 她是一個理論 一個處理事情 是沒有事 但她不是想到她的太太的感覺 她想到她的感覺 她的確是有事 因為她傷害她的太太 於是她就向她認錯 然後就說 太太我真的願意和你重生 一個好的關係 我真的愛你 我真的想 我夢想好像以前那種的溫馨 那天下午 那天下午 就馬上兩個好了 全部解決 就是因為丈夫一直否認 說沒事沒事 只是解決事情 沒有想到她的太太的感覺 所以這個 即是能夠回應對方的感覺 處理一些傷害 也有幫助 這個第四 就是除了她傷害的來源 所有的傷害 發生過什麼事情 幾傷都好 就算是第三者 已經發生了 當然一定要分手 分手之後 都不能再做任何事情 唯有就是搖書 不能搖書 不能回頭 以後就要是分手 但如果雙方肯搖書 這樣的時候都有機會 好了 但激情如何建立回來 很多人就很難了 即是說承諾也可以 親密也可以 搖書有些難度 但是激情有些人 我已經沒有了感情 沒有了感覺 沒有感覺 為何會有呢 我這裏有些提議 給一些傷害和做對方喜歡的事 有時有很多小的事 譬如我們回家 我們兩個搶著拿拖鞋給對方 再回去 還有有時有些什麼需要 有時上床 我看到她知道她還沒做 譬如我還沒做 她馬上去幫我做 有時我說不用了 我自己去 有時我知道她有些什麼需要 然後我馬上去做 就是爭著她做一些事 令到對方覺得避愛 有時是一些小的事 或者她很想我陪 我就真的陪她 這樣會生出那種感覺 即是彼此傷害和做對方 歡喜和享受的事 還有欣賞 你今天這樣故意煮這頓飯給我 真的令到我覺得很溫馨 即是她欣賞而回應 的時候就會產生多些感覺 即是回復的感覺 即是有回應 當她做一件事的時候 第一方面做 第二個人就會回應 我真的覺得很幸福 有你這個太太 有你這個丈夫是很幸福的 這樣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會加強 原來這個感覺加強 是幫回應 即是一方做了一件事的時候 對方會說 你做這件事 我覺得很感激 很感動 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呢 就是很多慶祝和歡樂時光 我這裏也有說到處理衝突 我上面有說 我的時間關係是說不到的了 但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或者在吃飯的時候 可以說一說 但是我想說 每一次處理了一個問題 都可以慶祝 為甚麼慶祝呢 擁抱一下她 石一下她 帶她出來 真是好了 我們解決了問題 真是好了 我們現在又進心了 即是關係時時加多一些慶祝 有些歡樂時光 你喜歡做甚麼 我和她一起做 就會令到這個關係 咸魚翻山 即是有些生氣 有些婚姻 去過了很多年 只是煮飯吃飯 沒有吵架 會關心對方 會幫對方 不過是沒有甚麼感覺 沒有甚麼感覺 其實這件事是可以加強 當然未必去到最初的感覺 但也不要緊 都可以 所以這幅圖 你發覺的激情 最初會很高 始終是低點 不過慢慢升高 但我們兩個 希望激情持續上 好像另外兩人一樣 持續上 時間關係 我們到此 雖然是一個大的題目 我都不能夠講完這裏所有的材料 不過就讓大家去參考 我其實在最後那天 我放了我的聯絡資料 我是很樂意 如果大家有更多問題 應該吃飯可以談一下 第二就是 如果你自己面對這些困難 你找我 我都很樂意去回應 去跟你商量一下 雖然我都在學習階段 雖然我都在學習階段 我學了很多 幫了很多人 自己遇到一些事情 我又沒留意不到 這個我都是學習階段 男總是男 我永遠都一個男人 我永遠都沒變到一個女 但在這個過程中 我更加明白 女性是多於以前 多很多 這個說法在二十年前 我更加好 是的 我都會說 如果我年輕時聽到 我想我們黃淵同學 我們年輕時聽到 在我們未結婚之前聽到 預備結婚 準備會很多 不過都過了 未為晚的 去回這個 栽培 大家的衛生 一定可以開始回 我都很樂意幫助 有時有第三個人 有一個輔導的人幫 是有些幫助的 謝謝你 不用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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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都說到性格分析 我都不說 不過主要就是 你認識對方的性格 不覺得它是怪 最重要 原來人之不同 覺如其言 不是等於它怪 有很多太太說 我這樣很好怪 好像石頭 我都不知怎樣搞它 其實它有它的因緣 其實它有它的 它沒有被開到的面 其實它認舊 好像小孩子 未曾開到出來 好像石頭 但是如果你能夠 用愛慢慢融化它 其實融化一個男人 更加難 融化到她 覺得被愛 慢慢將她的內心 開放出來 這個婚姻就很美麗 當然有些人 她已經預備好了 其實兩個人 越成熟 越能夠溝通 越能夠開放自己 她進入婚姻 成功機會很高 但如果她現在已經 已經寄了婚大有困難 用愛可以慢慢融化到 今晚我聽到Shirley 有一個很好的見譽 我回去可以做 一個紋亂的 就是大家 我的語言是什麼 大家都不同 我們大家的主要是怎樣 就是給分 但應該是白種 我想會做多些她 對她的事情 這件事我想 就是對我人家的工作 我經常做了一件事 煮餐飯給她 就覺得是最好的事 但她覺得不是 這本書 更說 怎樣用愛的語言 去做親子關係 即是跟小孩子都是 即是做一些人不同 其實我都是接觸了很多青少年 在我工作裡面 其實都是聽到很多家長都說 家長做了一些好的 想著一些好的青少年 給小孩 但小孩通常跟我們說 就是我不覺得爸爸媽媽疼我 其實很傷心 對爸爸媽媽來說 其實就是這個 我的語言的一個差異 所以我覺得 不是只有 我讀了這本書 不是只有我跟她的關係 對於我和身邊的人 我也覺得很厲害 就是我 其實我自己本身 做些什麼 比我長輩 就是盡量對她媽媽好一點 就是覺得她會給我分 但她是否這樣看 我就不知道 那你問她 所以你要問她 你要問她 是啊 今晚我先問她 你問她 就不是主伯 我真的關心她媽媽多些 我就會給她媽媽的拍拖 其實是這樣的 除了說了解她最喜歡哪些 當做的時候都說出來都好 譬如說 我知道你最喜歡一起的拍拖時間 我今天很開心跟你拍拖 然後她說 她說 她說 我今天經常笑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我知道了 就問她 你今天有什麼 可以不可以 然後她說 那你有什麼想法 然後我說 今天去拍拖好不好 她說 我就經常開心 當我們表演這件事 都可以告訴她 我真的很想享受這個時間 因為我體重你 做每一件事變成價值提升 如果做的時候 只有白做 但又沒有解釋的時候 對方收不到這個禮物 我和Shirley一樣 我早前沒有拍拖 現在白 這件事有些男性不太明白 我每天都在家陪女兒 什麼要拍拖呢 我沒有走到 我在家 但她總是有些分別 在外面的環境 在海邊 有海風 有兩個人聊天 在女性來說 覺得很緊張 在男性來說 這裏還有一個冷氣 冷氣 還覺得我家裡冷氣 很舒服 但在女性來說 真的覺得 特別有一個時間 專門為拍拖 是很溫馨的 其實我會這樣說 當你知道女性這樣需要的時候 其實男性做是不難的 很難調得育 其實很難的 因為我們的對手 是電視機 是她喜歡的運動 有看不完的體育節目 很困難的 對手很困難 可以一步步 總有方法 用多些愛 就可以得到 我猜 其實專注時刻 不是她的手算 但我知道她很浪漫 當然在過程中 其實 我覺得 我要讓她覺得專注時刻 其實是很享受的 我認同對手 有不同的拉斜 但我都要讓她覺得專注時刻 其實不只是我很享受 是她都可以覺得很享受的 很明顯的 其實我們做過兩次的項目 如果你記得 我第一次做的時候 專注時刻她來講 排得不高的 第二次做的時候 她已經是 一年前到 她提升了很多 我很開心 因為 我覺得 即是代表她享受多了 因為在過程中 其實 我是不斷在強迫她 而專注時刻 她不是在那裡磨過的 是真的在那裡 聊一些 開心的事情 聊完大家開心 即是 有些太太難得有機會 她專注 已經惡惡惡惡惡 很多事情 她告訴她 電器還沒弄 什麼還沒弄 兒女有什麼問題 這個時間 就不是服 不過今天 我都當是拍拖時間 那就好 好啊 好啊 有時 我覺得 即是我自己 就算那個老公 對我平時做得很好 但如果出到街 她一看女仔 就什麼 你所做的事 都沒有了 我就開始會對你懷疑 不信任 我覺得你不尊重我 然後 可能我的情緒 不會發洩 我和你這樣說 在其餘的小事上 挑剔你 要你留意我 有很多事情會出現 我自己會是這樣 這是正常的 對 我會覺得你要是尊重 你男人喜歡 要別人尊重你 其實女性都很要你尊重 尊一 對 其實你這個心聲 也是那個女人的心聲 是啊 當有這個問題已經存在了 解決方法 就是生氣了她 反而解決不了 我覺得 太太更加對丈夫好 然後 先講到這個承諾 有機會安靜去大家談 對我來說 你不要看女人 對我是非常寶貴的 可能你有時候眼睛都能殺到 不過你因為愛太太 你就不要再殺了 就當作愛的表達 可能她沒有一下子做到 但因為你的愛 我覺得總是用正面 就不是說 跟著我要罰你 但正面可能她改回的機會 也會存在 我覺得就是雙方 對雙方 我始終會覺得用正面 雖然這問題是問題 但用正面 就不要像罰她 或者說她 用更多愛